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也可以产生联动关系 其实不需要这样做 在段落样式里 有一个叫做段落牵线的设定 这个功能就是让你在段落中建立分隔线条 在段落视窗的选单里 选取段落牵线 或是上方段落工具列上的选单 选取段落牵线 或是按下Ctrl加O加J 就会出现段落牵线的对话框 左上方的选单中分为上线与下线 利用这个勾选 就可以让线条显示 这里先把上下牵线都打开 线条加宽 将这两条线改变颜色 便于以下说明 由于这个段落只有一行 所以会看到上下牵线靠在一起 在没有调整任何参数的情况下 它的分隔位置就是文字基线 如果是多行的段落 那么上牵线就会在第一行的基线之上 而下牵线在最后一行的基线之下 这就是段落牵线的基本定义 回到段落牵线对话框 上半部就是线条的宽度 形态 颜色等设定 要说明一下线条类型与间隙颜色的搭配 如果不是选取第一个选项 也就是实现选项 那么必然就会有间隙出现 这个间隙颜色就是用来填补线条间隙的颜色 下半部就是关于线条位置的设定 宽度 是指以栏位宽度还是以文字为宽度 设定为栏位 当然就会横跨整个栏位宽度 如果设定的是文字 那么牵线的长度会随着文字的增减而变化 譬如在段落中增加文字 牵线的长度就会增加 甚至会因为文字的对齐方式而有所改变 先将多行段落 牵线宽度改为文字 就可以看到牵线只有文字宽度 将段落对齐改为靠左齐行 或是强制齐行 牵线的宽度就会改变 而牵线的位置 就会使用偏移量来调整 上线与下线的偏移量数值是不同的 上线往上是正直 而下线往下是正直 设定时需要注意一下 或者也可以设定牵线缩排 来改变牵线长度 了解段落牵线设定后 牵线应该要如何设定呢 并且应该如何处理与文字的关系 插入牵线之后 文字的间隔就显得拥挤 这时候通常会调整段落间距 来容纳线条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基本的段落牵线设定 希望这期的段落牵线设定对你有帮助 再 negatives 工资料 所以我们再来报 submitted 嗯 锅 第五 Studios 那一次 求闻想 那么 努力 感谢观看